走廊有著明顯水痕 客桌椅淋亂不堪 這裡是建中的智之樓 受到8號晚間大雨影響水淹地下室 那邊吊是有很舊嗎 我覺得還好 可能就是比其他舊一點 聽到淹水會意外嗎 沒有 其他洞也是會淹 總務主任在巡視校園的時候 發現智之樓高山的地下室 裡面有15公分左右的積水 智之樓地下室是提供社團活動使用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禁止進入 初步判斷是當時氣窗沒有關 加上水溝超過負荷 導致大雨灌到內部 造成復辟均裂變形 沒有設計有一個航管 沒有一個自動抽水機 所以就沒有辦法自動抽水 外牆的狀況是這樣 梁柱上都沒有任何的有均裂的情況 也沒有傾斜的情形 那我們這個復辟拆除了以後 後續我們會用鋼板把它補起來 整棟建築結構並沒有損壞 但為了安全起見 12個高山班即近500人 都已經暫時移動到專科教室上課 預估復辟拆除工程 週五告一個段落 後續會交由專業技師 來做詳細改善補強計畫 大家先有黃毅潔 葉宜玲 台北報導 到新宿上課 甚至早 這會是